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,他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,句子和语言,不适合儿童。 有个来城市上大学的农村大学生,因为穷,每女生愿意做他女朋友,农村穷学生就去嫖妓,这样一来,每个月就要多出些嫖妓的费用。 这笔费用怎么向家人交代呢?好在穷学生的爸爸是个开明的父亲,很理解儿子的苦恼,同意儿子每月去嫖妓几次。 穷学生每月写信给爸爸,列出当月的开销,并索要下月的生活费用,嫖妓费用XX,写在信上怕人见到不好。 父子俩就商定用打鸟费用XX来代替,嫖妓,这个词。 一般来讲,儿子每月写给爸爸的信中,关于打鸟费用,都是150到200人民币。 依此,爸爸去信给儿子,说最近家人更紧张了,让儿子能不能找便宜点的鸟打。 结果,第二个月儿子寄来的信中写道,打鸟费用50块。 爸爸一看,高兴极了,这次果然少了许多,但爸爸朝下看,惊呆了,只见信下面写着,修理鸟枪费用2500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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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